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代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 胜过试探 我们一起来看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 与万国的荣华都持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抚弗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的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丹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用天使来伺候他 我们再翻开一处经文 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 十七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重复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在上一集里面 跟大家分享到了 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 他受试探的原因 就是要让我们 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可以学习他 如何的倚靠圣灵 如何的与天父 建立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能够过 得胜的生活 甚至带着圣灵的能力 来服事神 服事人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 当耶稣面与 当耶稣面临 来试探我们 来试探我们 世人所用的方式 我们来看 当耶稣他第一个面对的试探 他是如何的来回应 如何的得胜 在第二节这里说到 耶稣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翻覆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我们看到耶稣 他四十天之后 他也饿了 因为耶稣他也成为人的样式 他也是一样拥有人 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在这个时候 耶稣饿了 他的身体 他有需要能够 需要能够被满足 所以我们看见仇敌 第一个要试探我们的就是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渴望 很希望能够得着满足 以至于魔鬼就利用这样的需要 来试探我们 引诱我们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 耶稣要胜过的试探 是胜过肉体的需要 我们看见当魔鬼 每次要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我们看到魔鬼在 伊甸园的时候 他对夏娃所说的话 也是要人们怀疑我们的身份 在这里我们看见 撒但要耶稣怀疑他自己的身份 所以弟兄姐妹 撒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我们怀疑我们的身份 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艰难 困难软弱 试探 我们仍然要相信 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仍然要相信 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仇敌就是要我们怀疑神 当我们再看 当魔鬼用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食物 来试探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人活着不但是靠食物 那是靠神所说的话 所以耶稣他胜过试探 就是用神的话语来胜过试探 所以若是我们在当下 如同耶稣在当时他的需要 很渴望能够被满足 但是若是我们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仇敌却来试探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勇敢的坚决的 用神的话语来抵挡 因为我们深信 神的话语 胜过我们一切的需要 神的话语 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继续看到第二点 耶稣他所要胜过的试探 就是胜过今生的骄傲 我们看到经文 第五节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者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我们看到 魔鬼带耶稣来到的殿顶 他要耶稣跳下去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当耶稣跳下去的时候 神的使者一定会拖住他 人们就会看到他是神 就如同耶稣他在被钉石架的时候 人们对耶稣说 你若从上面下来 我们就相信你是神 所以仇敌撒旦要耶稣用他的神性的能力来证明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耶稣对撒旦说 不可试探你的神 因此我们就在这里看到 耶稣他不用不合神心意的方式 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若是我们 神给我们恩赐能力 但是我们却不是用合乎神的方式 不是在神所预定的时间里面 我们虽然是为了要来荣耀神 但是我们这样也是得罪了神 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所使用恩赐的动机 所使用恩赐的时机 因为我们免得我们落入了一个试探的神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来服侍神 用正确的方式来印证见证神的作为 如同耶稣一样 第三个我们看到耶稣 他要胜过的试探就是眼目的情欲 在第八节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福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第三个 他所面对的试探就是眼目的情欲 我们的眼目是很容易被世上的荣华富贵所吸引的 就如同罗德 他选择了那上好的平原 但是他看到远处的所多玛俄摩拉 他就渐渐的挪移了他的帐篷 后来就住到了所多玛俄摩拉里面 所以世上的荣华富贵是会吸引我们的 因此耶稣在这里 他就直接的对撒旦说 撒旦退去吧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撒旦 他用这样的试探引诱我们 因为他知道我们眼目的情欲是很吸引我们的 我们甚至是 我们会没有力量去抵挡的 而这时候就要拿起神赐给我们的权柄 要直接的命令撒旦退去吧 因为我们的眼目 乃是单单要来专注在神的身上 这就是敬拜的真谛 当我们能够专注的来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就被神的荣耀所吸引 我们的眼目就被神的荣光所充满 以至于这世界的一切就不再吸引我们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赞美祢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 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靠着祢的话语 来胜过仇敌对我们的试探 如同耶稣 你依靠神的话语 让我们在话语当中 能够更加的熟悉 更加的能够明白 以至于我们有力量 来胜过这一切的试探 我们单单的来敬拜祢 我们的眼目为祢的荣耀 为祢的荣光所吸引 谢谢天父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